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维修的逆变器 这个逆变器很小 好久没给大家拍这个视频了 因为每次维修都是换管子啊 测驱动啊 没有什么新鲜的 所以说就没有拍视频 今天又碰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障了 所以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里呢 首先有一个防反接的继电器 我这里弄过来了 然后呢 经过检查 这里坏了一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呢 是用来驱动这个风扇的 这个其实也无关 只是我顺便查到了 然后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这里啊 一个电阻 烧两个电阻 并年的贴片电阻烧坏之后呢 我用了一个插电电阻啊 大家看这个电阻呢 虽然没坏 但是这个外面呢 已经有点变色了 说明这里个地方的温度很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个逆变器啊 还没找到根本原因 它这个逆变器 大家看是一个60伏输入的 我们知道这个逆变器 它工作的时候 这些芯片呢 它会需要一个12伏 5伏 或者是3.3伏去工作 所以说它就有一个辅电 刚好这一块呢 是辅电 60伏进来之后呢 它是从这里变成12伏 然后通过这边啊 变成5伏啊 给这边的芯片使用的 那么我把这个电阻换了之后 虽然说这个逆变器能工作 但是它这个电阻发热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这个用的是一个启动电压 正常这个逆变器工作之后呢 它会通过这个两个变压器 它有一个辅助饶组 输出一个电压 那个电压的电流呢更大 才足以带动后面这些负载 所以说它这个电阻呢 就在启动的时候用一下 如果启动之后呢 那么它这个供电就通过 这个变压器的辅助饶组去供电 它这个就相当于是没工作了 就和我们这个芯片的启动电阻一样 它这就没有工作 它就没有电流 那就不会发热 但它一直发热的话 说明它这个后面的辅助 是没有工作的啊 然后呢我们慢慢查来 发现什么呢 发现它这个 继电器啊也没有工作 正常的话啊 你接对的话继电器会吸合 那么它这个继电器吸合了 又和我们维修变频器的软启动一样 它这个继电器 它是防反击的 就是说你这个电压接反之后呢 它这个 呃 触点是不会导通 那么后继就不会得电 那我们知道 如果后继不得电 它怎么来控制这个 继电器呢 所以它就有这一个NT 谁看到没有啊 首先通电之后呢 60伏在这里通过这个 NTC的电阻 啊 热敏电阻可以这边 后面供电 供电之后呢 整机开始正常工作啊 除了一个启动后的正常工作 那按说的话 这个BIT就会输出一个 驱动电压 这个辅助绕组 然后给这个 这个防反击的 这个继电器工作 它工作之后呢 才会把这个NTC 给它短接掉 那么经过检查呢 由于跑线 要把这个继电器拆了啊 经过检查发现是这个变压器的辅助绕组坏了啊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2G管啊 我把这个先弄一下 就是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2G管 这个2G管就是给辅助绕绕绕绕绕的啊 这个辅助绕绕绕出来 给这个继电器以及后级供电的 看到没有 它这个变压器的输出啊 两个粗一点的是高压啊 输出 然后这两个细一点的线啊 它是有辅助绕绕绕绕的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 你看它这个变样器 这两个引脚 它是有走线的 然后测量了这两个引脚 它的阻值是很大的 那说明它这个线圈是开路的 那怎么办呢 刚好这边不是有个一模一样的变样器 它这个变样器是没有用它这个辅助扰主的 所以说就是要把这两个变样器给它对掉一下 你看这个变样器它也是有辅助扰主的 这里是绕了线的 我们把它拆下来给大家看 我现在把这个有问题的这边这个变样器拆下来了 我们测一下这个扰主的阻值 我们知道这个变样器的扰主的阻值一般都很低 你看这测出来有35颗了 这边这个扰主确实是里面有问题了 这是另外一个变样器 我们测这个辅助扰主 我们可以看那个阻值非常小 零的 所以就这个辅助扰主的问题 我们把两个变样器给它换个位置装就可以了 好 现在换好之后了 这里的电压就有了 我们看一下风扇 风扇它就转一下了 风扇都在转了 它现在启动之前 它是通过这边供电 启动正常之后 还有通过这个服务扰主给后面供电 所以它这里就不走电流了 所以说这边就不会高温了 这是这个利变器的一个工作原理 所以这个机器的东西 在表示的我们的手底下 comme你也可以嫌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